但是其實這一次這個劇比較特別一些些這樣子 裡面 你是第一次演舞台劇對不對 蘇晏霈 完完全全第一次 欣賞 你怎麼有勇氣 你怎麼有爽 因為女人心啊 因為不知道自己深不可測 不知道自己的潛力在哪裡 我以為王建復要反串的 沒有啦 開玩笑 這個 所以說其實 特別是五定千 其實有很多的這個舞台經驗這樣子 所以說其實 我覺得包括了電視的這個 大家很熟的面孔 包括舞台劇很資深的人 你現在是 現在很無導演對不對 沒有啦 叫五定千 千哥 OK OK 好 那其實想先請教一下大家 就是當初其實 因為大家常常會在電視上看到 大家的演出這樣子 那這次接演這個音樂劇 的那個戲裡面第一個起行動 或是第一次接到這個任務的 感覺是什麼 從芳欣來說 好 其實一開始我聽到要接演 音樂劇場我 超級有興趣的 因為我以為我要 又演又唱 結果呢 不是嗎 可是又很緊張 然後就想說 好我一定要做好準備這樣子 就後來知道 只要專心的演就好 我就 所以有失望 有一點失望 但我覺得 比較放心一點 因為演戲本來就是我們 就是已經演了好多年這樣 可是舞台劇真的是 雖然我之前有過一點點經驗 但只有串場兩場 這次是要從頭到尾 所以其實壓力還滿大的 所以為了這部戲 我已經推掉所有的戲樂 就是專心在這個舞台劇上 少轉好多有沒有 就是覺得值得的 因為想要發現不同的自己 對啊 OK 可是那個男生難在哪 比如說像我剛才有講到就是 不同的世代 但是你們是一個人分手好多腳 這是不是特別難轉換的一個地方 其實對於我們這些 也過好多年時期 對於角色轉換可能沒有這麼的 困難 困難 可能我覺得 就是加上導演的調整 知道 我覺得我們應該可以做到 但就是在舞台上面的一些 經驗比較少一點 所以會擔心出錯 因為拍戲可以NG 對 而且芳欣剛剛其實在那個影片當中 其實芳欣自己也說 你是一個比較容易緊張的人 非常 我現在是為了緊張 等一下 這只是一個記者會而已 不是嗎 這樣我就中人 所以你到現在譬如說 上台之前 或是這個在攝影棚裡面 要喊action之前 那幾秒鐘都會很緊張 會 他是手 我就會抖 真的 你是真的會手抖 我會啊 我就上台然後就拿個東西 要這樣我可能就會 會抖 其實是一個很穩的角色 可是我手機這樣 OKOK 很辛苦 但是說在電視劇 他可以卡你上半身也好 上半身也好 可是在舞台上就是 大家看到你從頭到腳 是 所以我覺得我要克服這一點 加油加油 好 謝謝芳欣謝謝 好 再過來說王建復好 對不對 對 沒有 他沒有要反轉 不要因為是女年輕 就覺得說王建復會要反轉 說明大家好 我是建復 OK 那這是我的心情呢 其實也是很期待 可是建復以前有演過舞台劇的 有 15年前 這麼久啊 對 是在台灣是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的時候 對 在新加坡的時候 所以說這次一接到這個任務 心裡面第一個那個當下的感覺是什麼 其實跟芳欣是一模一樣 很興奮 可以又演又唱 結果只有演而已 你們到底找誰啊 但是有找我之後就知道沒有唱 對對對 蛤 有艷沛啊 那肯定沒有唱 沒有唱 幹嘛這樣 因為 因為我們平時的工作是戲曲 是 那本師我們自己私底下呢 因為樂唱歌 所以很喜歡唱歌 但我覺得這次最大的考驗呢 就是跨越三國代 還有在語言方面呢 就是台中代日 日中代台 OK 多國語言的轉換 對對對 然後再像不一樣的地方 是以前演的時候是用中文 對對對 那麼 雖然平時在拍八點檔的時候呢 我們是用台語的呈現 但是如果說要現場 呈現出來又講的台語 再加上跨越三個不同的年代 那個年代都不同的說詞跟語詞 所以在這方面可能要 稍微用心一點 喔 語言方面啦 對不對 而且雖然說你們都已經很熟悉台語了 可是它是一個跨時代的一個劇 那那個時候的台語 跟現在的台語 不一樣 有差對不對 口音不太一樣 口音不太一樣 感覺起來你們好像在舒適圈裡面 就演台語的 完全不是對不對 對 也是很辛苦的地方 加油加油 謝謝建復 謝謝 謝謝 好 由於剛才王建復的出賣呢 我們也稍稍知道 蘇晏霈的歌聲到底是怎麼樣 沒有 你要加油齁蘇晏霈 這讓我演戲就好了 真的嗎 我演戲就好了 你這個完全不想要挑戰一下唱歌嗎 可能幼幼台的可以 沒有啦 剛才是說笑 其實面對歌聲也是很甜 私底下嘛 對不對 是喜歡唱啊 但是唱得並不那麼好聽 還是演戲好 科技的科技 OK好 所以說第一次演舞台劇嘛 對不對 所以說應該這四個人當中 最錯的一段的人應該是你對不對 嗯 就是 傭大 就是 人家說 傭人 傭大 那傭大可能就會蹦出 可能在舞台劇上面又火化 就像欣傑講的 可能你第一次演舞台劇 有可能很新鮮 因為你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有可能就這樣亂走亂走 然後就 就什麼都對了 對所以我可能就是 因為欣傑啊 我跟他們還有丁謙都有給我鼓勵加油 所以我不見得那麼害怕 那加上因為那個舞台劇 我們都有安排上課 肢體語言啊 然後 一些我都從來沒有接觸過的表演方式 是 所以這有點讓我也打開自己 就是 對表演不同層次的看法 所以說其實就算是演戲演了這麼久 然後現在第一次站上舞台 也不一樣的這個領域 其實還是會覺得說吸收到很多不一樣性的東西 對不對 對啊 因為其實像 真的是第一次站在舞台上 你不知道那種感覺 因為我現在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 事情自然 很多事情 對 舞台劇 我的地方 我的地方就是有很多突發的狀況 對 但用心 用心就好 OKOK 女人心嘛 又可以油軟 但是又可以堅強 堅強 OK 謝謝 好 這個算是在舞台上的老手 對不對 吳定謙先生 這三個都在電視上很有知名度了 這樣子 然後你第一次面對這三個人 你們應該算第一次合作對不對 手不要故意抖 謝謝 對啊 算 就跟晏霈之前有一個客串客仔戲 是 是 但那個真的是純粹去 玩票玩票這樣子 對 雖然那個也是超緊張 OK 所以你們四個人 就算到現在 電視或是舞台經驗都這麼多了 所以說站上台之前 都還是會很緊 其實會耶 其實我覺得 不用在意 是不是第一次演舞台劇 因為就算演過了 每一次還是很緊張 所以我覺得根本沒有什麼差別 心姐開了之前也是很強 很挫 對 OKOK 所以說這一次 當初接演到女人心 第一個時間的想法是什麼 終於要照演女人 哈哈 又不是 辛苦啦 對 好鬼魯的女人啊 好鬼魯的女人啊 哪會這麼有種啊 真的要照演女人 對 你的預計是A還是B罩杯 很愛講這樣子 沒有啊 如果能演女人的話 也是一種挑戰 我覺得 身為演員都喜歡被挑戰 欸 建復有想反串過嗎 老師說 有 其實以前在 現在我有演短劇的時候 也有反串過 是喜劇嗎 喜劇 喔喜劇其實不難 但是如果真的要反串到那個靈魂的話 那就是難度 那就真的是女人心了 對 不過這次雖然沒有反串 但是就像剛剛大家提到了 這個這一次還是有很多不同的挑戰 而且在不同的時空面 而且我要演於ABC 喔你演ABC啊 所以我現在就在演一些 你知道從LA或是紐約回來他們講話的方式 那個槍有什麼不一樣 對 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就是還好 欸有勒 有勒 有在裝啦 心也是一樣 結果導演沒有要這樣子 那你是要那個台語唷 喔台語 台語 台語我可以啊 那個Majita跟 對 就跟黃家他們一樣 對不對 黃蜜型黃蜜症他們 對不對 我們台語都很好 但是語英文我也寫什麼 對不對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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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沒有 就導演說天啊都沒有這樣詮詞 亂詮是這樣 有些槍的部分要克服對不對 好 所以辛姐是英文 你也是英文對不對 然後 晏霈是日語對不對 所以說 還特別為了這個去上課吧 會 然後看到劇本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覺得日語已經夠了 但是 林辛姐 我總監 我覺得 這日本 因為我在裡面的角色是 就是從留日回來的學生 那可能就是 日文口條很好很流利 所以我覺得 覺得不夠 我覺得還要加 可能要加幾句 就是很流利的日文 然後說 好 你還加就加吧 我練就是 對對對 應該像他還有那個什麼 LA槍哪邊的槍這樣子 你是要來點關東槍 還是什麼槍 是不是 就是 OK 本当に 川崎 Toyota ミスミス 但是 以上都是沒有贊助的 當然 OK 不過其實 非常大家驚豔 對對對 好 所以說其實我們如果真的很習慣 在螢光幕前面的方欣 王建復 蘇彥沛 也好 或是你很習慣在舞台上面的 不定切也好 我覺得這一次這個女人心音樂劇長 因為對他們來說 其實都還是不一樣的一個挑戰這樣子 再次預祝四位這次的演出能夠非常成功 大家都是大挑戰啦 大家有戲的四位謝謝 謝謝